剛才講的雲,雲是水氣要凝結 所以要問,我們說水氣有兩個條件 一個要有凝結核,一個要接近飽和 通常空氣不缺凝結核,因為有很多的灰塵嘛 對不對,那重點是有沒有飽和,那如何使它會飽和 來舉例,20度C的空氣,一公升最多裝8公克的水 30度C,最多裝10公克的水 現在我有30度C,裝了8公克的水,沒裝滿對不對 沒裝滿,20裝8,30裝10,我現在30裝了8,沒裝滿 請問你,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它變得有裝滿 有什麼辦法讓它變得有裝滿 停車,戰界問 來,這位大哥叫做27 27,誰,睡著了,沒有啊 好,7號 起來啊 27起來啊 20裝8,30裝10,我現在30裝了8,沒裝滿 什麼方法可以使它裝滿 加水 加水很好,有別的方法嗎 降溫很好,very good 很好 8煤裝就多2嘛,就裝滿了 或者降到20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這兩個方法大自然都會做 繼續供應水,就是繼續曬,繼續讓水氣蒸發 但是我們通常會用第二個方法,降溫 等一下告訴你 所以,我怎麼樣讓我不飽和的變成飽和 一個是繼續供應水氣,另外一個叫做降低溫度 好,那如何能夠降溫 來,一團空氣時,氣壓會下降,體積會膨脹,溫度會降低 所以就會容易飽和,然後所以就會凝結成雲 依各位的,依各位所學過的理化 你會曉得空氣上升的時候,氣壓會下降 根據你所學過的理化,你知道體積會膨脹 但是你不知道為什麼體積膨脹之後,溫度就會降低 我也不告訴你為什麼 這個東西要絕熱膨脹,高中才會教 所以我說我們只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不知其然不知其然,所以所以然 你就曉得,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會下降,體積會膨脹,溫度會降低 所以就會容易飽和,飽和就會有雲 有雲就會下雨,所以下一句 上升氣流,天氣不穩定 從現在開始學過之後,你就要記住這件事情 只要以後你看到那個東西是上升氣流的 你就要想起這件是什麼事情 它會容易下雨,會容易下雨 OK,再到上升氣流就會容易下雨 所以這要記住 一團空氣上升時,氣壓會下降 體積會膨脹,溫度會降低 然後容易飽和,凝結成雲,有雲就會下雨 所以上升氣流,天氣不穩定 這課本上給各位圖 最下面,上升,然後就膨脹 膨脹之後,溫度就會降低 然後降低就會凝結成雲 然後有雲就會下雨,就會下雨 這是一個重點,重點,重點 重點 我們小學的時候,老師是教 一團雲升到天上,遇冷會凝結 仔細的說,這句話是錯的 它不是遇冷凝結 它是我自己變冷,懂嗎? 這一團空氣升到天上 這一團空氣變冷了 然後就容易飽和了 我只是沒有告訴你說 為什麼膨脹就會變冷 那因為這個是高中才會出現的內容 你就只要記得結果就好 結果就是再說一次 一團空氣上升時 因為氣壓下降,體積膨脹 所以溫度降低 因此容易好和 凝結成雲有雲會下雨 所以重點,上升氣流容易 下雨天氣不穩定 OK